从白天到黑夜 乌东巴赫姆特激战几乎没停过 就算二军炮弹就打在正前方 乌克兰士兵还是继续勇往直前 这样的激烈交火每天上演 尽管不是每天都有推进进度 但乌军第三突击率 最近在距离巴赫姆特大约五公里的村庄 克里什齐夫卡取得不少进展 只是透过空拍当地模样 早已呈现一片焦土 凸显炮火几个月来又多猛烈 然而使用火力强大的武器 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像乌军在乌南也拿火焰喷射器作战杀敌 军队在扎波罗热除了日前夺回萝卜地村 最近还鼓鼓把战线南下推到三公里以外的村庄 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 北方战线虽然比起乌东和乌南相对平静 但乌军不敢松懈 军事演练还是照样举行 甚至还把拿到手的俄军T-72坦克 拿进自家部队 只不过到底要摧毁多少敌军 乌克兰的反攻才算成功 总统泽鲁斯基接受CNN专访再度明确回答 泽鲁斯基表示现在谈出来的和平 只是暂停战争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乌克兰现在的目标就是顺死都要赶走俄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